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古桥和索家正在巡逻 突然一个金发少女出现,她询问古桥你们是奥特警备队吗? 古桥说是啊,随后她又问古桥你是猪星团吗? 出于好玩心里古桥说她是啊,随后少女和古桥握手 没想到她的手居然放出了高压垫 古桥被急晕天城下车追击,可她很快消失在了夜色中 哎呀,古桥啊,你可长点心吧 这大半夜出现的美女会是正常人吗? 回到基地,古桥的手被包上了厚厚的纱布 众人也觉得这名女子十分可疑啊 因为对方的目的是杀死猪星团 团给古桥道歉,因为她替自己挡墙了嘛 不过古桥从那个女子身上拽下了一个徽章 通过分析发现里面有宇宙金属 上面的特殊文字是安德罗斯零指令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于是索家和团一起出发去调查 当他们来到一个居民区时 发现这里的小孩子人手一把枪 而且是非常逼真的那种哦 团注意到每个小孩子身上都有一个徽章 枪上也有 嗯,这就很可疑了呀 从孩子们口中得知 枪是从一位老爷爷那里买的 徽章是买玩具送的 不远处那个老爷爷正在掩饰一架喷气式飞机 飞机落在了团的脚边 团捡起一看上面也有一个徽章 他想上前询问 和老爷爷看到他们后就收摊了 哼,不用说这其中肯定有鬼呀 于是他们追了上去 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 团捡了一个孩子们掉落的徽章回去 经过分析,徽章里面也有 从零点开始执行安德罗斯零指令 电梯也开始滚动 空无一人的商场 乌气磨黑的环境 各种圣人的玩偶 要不是知道团是赛文奥特曼 玉莫真的要被吓死了 到了二楼 在玩具的尽头 老爷爷和金发女子出现了 而他也说出了他们的阴谋 原来孩子们手中的玩具是真的 制式机能被他暂时停止 徽章是用来接收信号的 只要他一声令下 他就能指挥孩子们用武器进攻城市 而大人们根本就不会对小孩子动手 哎呀不得不说呀 这宇宙人可真会算计哈 索加根本就不相信 直到宇宙人控制附近的玩偶 飞机和坦克开火 索加被击中后受伤了 他才相信 面对猛烈的攻击 团值得带着索加撤退 他们向基地汇报了情况 但是他们等不到支援了 因为敌人已经进来了 索加想上前拼命 却被团击晕 随后团立马变身成为了赛文 敌人见状立马撤退 这场景让玉莫想起了那句 他妈的赛文还在追我呀 追到外面赛文用艾梅利姆射线击倒了女孩 他也露出了真身 原来是机器人 见状老爷爷也摊牌了 他就是切布尔行人 别说这个怪兽看起来是挺吓人的 但是他实在是太菜了 在赛文的艾梅利姆光线射击下 宇宙人当场融化 当队友们赶来时 危机已经被解决 话说这一集的恐怖之处就是氛围 尤其是商场中的那些玩偶娃娃 不知道这一集是你的童年阴影吗 记得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